不兵的恐惧是二至五人的合作型桌游 时长30分钟 玩家扮演一战时期的不兵 相互扶持 分担恐惧 完成所有战争任务 获得游戏的胜利 游戏准备 每人选取一张角色牌 把有四叶草的一面向上放在自己面前 每人再拿向左和向右的支持卡个一张 另外再随机抽取一张支持卡 和平哥和纪念碑放在桌上 再把25张考验卡面向下放在和平哥上作为考验排库 剩下的放在纪念碑上作为士气排库 然后把话语全卡放在他们中间 队长卡放在第一位开始的玩家面前 就可以开始接受第一个战争任务啦 开始战争任务一 准备拥有队长卡的玩家从考验排库里选择一定的考验卡数量 来决定这次任务的强度 顺时针一张一张分发给每位玩家 每个游戏第一个任务强度至少是三张 二执行任务 从队长开始顺时针 每位玩家每回合需在以下四种动作中选择一种 一打出一张手中的考验卡 如果是威胁卡就放在无人岛 如果是磨练卡就放在自己面前并且立即生效 二使用角色卡上的四叶草 就是从无人岛中移除一张带有其四叶草标志旁边的威胁的考验卡 这是要把角色卡翻过去 如果想再次使用就得等到重新翻开到有四叶草的一面 三发言 有话语全卡的玩家可以用掉一张来发表演讲 鼓励大家抵抗对某种威胁的恐惧 就是发动大家从自己手牌中移除一张带有这种威胁的手牌 包括威胁卡和磨练卡 已经撤退了的玩家不算在内 四撤退并且选择一张支持卡 代表不再参与这次任务 撤退了的玩家面前的磨练卡 在这次任务中也不再生效 手中剩余的考验卡将留在下一次任务中继续 同时需选择一张支持卡面向下放在自己角色卡上 文醒提示 陷阱考验卡 如果玩家打出一张带有陷阱标志的考验卡 就要在考验排库再拿一张考验卡并立即打出 如果还是一张陷阱考验卡 就忽视上面的陷阱标志 如果是一张磨练卡 就要放在自己面前 任务有两种结局 如果所有玩家都已撤退 就代表任务胜利 无人岛中的卡牌会被移到被弃牌堆 如果在无人岛和还未撤退的玩家面前 磨练卡中出现三个同样的威胁 就代表任务失败 无人岛中的卡牌将被放回考验排库并重新洗牌 三 支持 任务结束后 撤退了的玩家同时翻开面前的支持卡并交给指向的玩家 获得最多支持卡的玩家可以 若任务胜利 弃掉两张面前的磨练卡 或翻开角色卡带有四叶草的一面 四叶草可被再次使用 若任务失败 只能弃掉一张面前的磨练卡 文醒提示 玩家保留得到的支持卡 另外 如果有多于一个玩家并列获得最多支持卡 那么其他什么都不会发生 如果在支持环节后 如果有玩家面前仍有至少四个闪电 则游戏失败 如果这时考验排库已被清空 和平哥出现 所有玩家手中没有任何卡牌 则游戏胜利 四 士气减弱 如果战争继续 那么代表士气减弱 我们要从士气排库移动所有人的手牌数量总和的考验卡到考验排库 至少三张 游戏失败 如果士气排库清空 纪念碑出现 则游戏失败 如果游戏继续 队长就要把队长卡交给下一玩家 同时领取一张话语权卡 可别过年轻 LIる 突然继续 过年轮转 快ель 丁地